近日,梅艳芳的哥哥被拍到与一中年女子逛街,两人实质紧扣,关系密切。 众所周知,自从梅艳芳去世后,梅启明靠着妹妹的遗产和妈妈的救济度娱, 自己有老婆孩子还明目张胆地出轨,真的是大跌眼镜, 让我们身巴一下,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底气可以如此任性。 梅艳芳的哥哥梅启明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, 一家子的开支都是从梅艳芳基金会里支出。 梅启明是梅母唯一在世的孩子,梅母一共有四个孩子, 大儿子梅启明,二儿子梅德明,三儿子梅艾芳,小女儿梅艳芳, 除了大儿子,其他子女都因癌症先后去世。 而这位大哥梅启明早在十二年前就娶了比自己小十六岁的娇妻, 他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游手好闲, 就在疫情期间,自己还开了一家马来西亚食品店, 但成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 如今,被爆出羽衣女子当街,手牵手,也是争议满满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梅启明身穿绿色半袖, 头戴棒球帽,丝毫看不出来已经七十多岁, 而身边的金发女子虽然戴着口罩, 却依旧可以看出样貌娇好, 两人一起逛街很是亲密。 随后,两人还逛了服装店, 梅启明也耐心等待该女子挑选衣服, 可以看得出来,梅启明对这位女子相当满意, 两人再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, 女子最终买了四套衣服, 自己付了两千港币, 因为是打折垫, 所以价格也不贵。 就在记者联系梅启明后, 问她该女子是不是她的女朋友, 梅启明并没有否认, 还说牵手逛街是小事, 随后的对话中, 记者问道, 老婆知道不知道这个女子的存在, 梅启明表示知道, 最后还大方承认, 与该女子相恋多年, 真的是毁三观呀。 前不久还爆出梅母, 生病住院, 这个儿子还在外逍遥自在, 真是令人唏嘘。 梅艳芳去世后, 家里却是这般光景, 真是可怜可恨, 不知道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留言进行互动, 我们评论区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